长久农庄北部,废弃城镇。 呼啸的北风中夹着小雪,吹得路边枝差轻轻摇曳。 后箱扛着四连庄防空炮的卡车藏在树林的边缘, 横列的机炮对准着北边的一片雪原。 而在卡车的旁边,灰狼举着望远镜望着北边的方向, 脸上不禁浮起了几分交集,嘴里不停地轻轻蓄念。 这不可能。 按理来说,当他发射信号弹之后,会有一支百人队从远西镇启程, 立刻开赴长久农庄协助他巩固堡垒的防御。 后续部队和补给也会陆续转移至长久农庄驻扎, 将整个北郊纳入角谷部落的版图。 然而现在,已经是次日的中午。 别说是百人队了,他连个从北边来的人影子都没看到。 灰狼的眼中闪过一丝恼火, 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很显然,将信号枪交给自己的尸牙, 压根儿就没打算派增援过来, 甚至从出发的那一刻就把自己和自己的一众部下当成了炮灰。 可是为什么? 灰狼想不明白尸牙这么做的理由。 如果那个蠢东西掌握的情报, 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打下这里, 又何必同意自己来冒险。 就算自己是外族人, 好歹也是一只战礼, 而且他自问自己的实力不弱。 任凭他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来施牙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站在他旁边的柳丁, 脸上的表情倒是没有任何意外。 出发之前, 管理者大人便向他交代过, 这趟任务可能会扑个空。 远西镇的掠夺者, 或许压哥就没打算增援过来。 因为某种战场之外的因素。 胸前挂着突击步枪, 站在他旁边的柳丁 看了一眼胳膊上VM的时间, 面无表情地说道, 看来你的援军不会来了。 灰狼的猴杰动了动, 也许是遇上了大雪。 柳丁没有理会他, 拳头在卡车的车门上敲了敲, 像坐在驾驶位上的玩家招呼道。 任务结束, 撤退吧。 坐在卡车上的握得脚气谁来闻, 打了个哈欠, 发动了清醒卡车的引擎, 对着后视镜喊了一声。 收工,收工, 别特么打瞌睡了。 快睡着的, 要我要上厕所, 猛地晃了晃头, 清醒过来之后, 爬回了卡车上, 看着那半箱带药嘀咕。 妈的, 困得老子都要掉线了。 在游戏里放困, 还是头一回。 这废土OL的运营商, 总是在奇怪的地方下些多余的功夫。 不能24小时在线, 这合理吗? 游戏里的角色还要睡觉, 这合理吗? 将防沉迷系统做到这份上也是没谁了。 昨晚, 一宿几乎没怎么睡, 上午的工作又堆积如山。 北方暂时没有新的动静, 下一次攻击想必应该来自东北方向, 那支由黑蛇率领的千人队。 为了防备偷袭, 楚光在中洲航天生态实验基地附近, 部署了两条巡逻路线, 以东柳营地、公路镇、电池场、 三座幸存者聚居地的旧址为巡逻节点, 搜寻清泉市东北方向可能出现的威胁。 巡逻任务会由警卫队和战斗职业玩家共同承担, 不只是执行巡逻任务本身, 顺便也熟悉下这一带的地形, 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 顺便一提, 迪拉特橡胶是真的好用。 不只是用来密封器件, 直接简单粗暴地做成履带, 替换掉轮胎, 就能让轻型卡车在雪地上飞起来。 不过悬挂的质量太差是个问题, 导致坐在车上的人恐怕会有很难受。 昨晚上就有个智力系的小玩家被颠吐了。 回到避难所之后, 已经是中午, 楚光饭也没吃, 倒头便睡, 一睁眼便发现居然已经是下午了。 又得倒作息了。 晃了晃昏昏沉沉的大脑, 从床上坐起的楚光低头看了一眼 被汗水浸透的衣服, 接着又看向了床单和地板。 这要被看见了指定的误会。 楚光刚刚自言自语了一句, 充满活力的声音便从一旁墙上飘了过来。 没事的主人, 小七不会告诉别人的哦。 那语音包也不知道是从哪偷来的。 今天是学姐封哥吗? 好了, 你可以闭嘴了。 声音倒是停了。 搁在床头柜上的VM, 屏幕跳出来一行弹窗。 QAQ 随手关掉了VM上弹出的对话框, 楚光熟练地脱掉衣服, 丢进了门边的筐子里。 拿起挂在筐子边的毛巾, 简单擦了下身上的代谢物, 楚光换上干净的衣服, 便去了B三层的浴室, 简单洗漱过后拐了个弯, 继续来到了同楼层的医学实验室。 看见出现在门口的楚光, 赫亚轻轻抬了下眉毛, 表情带上了一丝诧异。 你又升级了? 这是他从楚光那儿学来的新词。 和玩家似, 总之都是些只听发音, 很难理解是什么意思的单词。 没错。 自觉地躺在了扫描床上, 楚光干脆地说道。 开始吧。 稍等。 我把样品收起来。 停下手上的工作, 赫亚熟练地将切片从显微镜上取下, 小心放回样品库中低温保存, 接着便兴致勃勃地快步走了过来。 比起死亡之爪的组织切片, 这座避难所里保存的基因样品明显更有趣。 对于他来说, 这里简直就像是一座蕴藏无限潜力的宝库。 能在20年后的今天醒来, 真是太棒了。 走到床头的终端机旁边, 赫亚伸出食指在触控屏上点了几下, 熟练地操作着设备开始工作。 扫描装置启动。 稍作等待, 更新之后的属性面板很快呈现在了楚光的面前。 ID 楚光 基因序列 管理者 第二阶段 等级 LV15 LV16 基本属性 力量 17 敏捷 11 体质 16 感知 12 智力 14 15 这次加的是智力 楚光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会儿, 然而也许是因为它已经足够聪明, 所以并没有太直观的感觉。 站在终端机旁边的赫亚, 脸上倒是写满了惊讶。 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细胞, 按理来说人类的大脑在发育成熟之后, 就不会再增加新的神经元了。 至少自然条件下是不会的。 然而此刻, 它身上出现的变化, 却是颠覆了它的认知。 在不借助药物或者其他辅助设备的情况下, 已经发育完全的身体, 居然连续成长了两次。 这并非是基于锻炼的成长, 而是基因的表达方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 事实上, 不只是楚光一个人, 这座避难所里几乎所有居民, 在DNA的表达方面都出现了许多类似的 令它感到费解的状况。 不可思议, 你成长的速度简直让人诧异。 我记得好像一个多星期前才给你做过一次体检吧? 上次是免疫系统和代谢功能以及骨骼, 所以这次是神经元吗? 真是有够离谱。 楚光倒是没什么感觉, 反而觉得这段时间自己稍微有些疏于锻炼了。 很快吗? 贺亚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当然, 要不我也不会用不可思议这个词。 楚光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我怎么觉得你经常用? 贺亚愣了下。 有吗? 没有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楚光将话题挪回到了基因序列的问题上。 所以, 成长的速度快是好事还是坏事? 贺亚思索了一会说。 很难说,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好坏的定义也有所不同。 楚光, 什么意思? 贺亚, 简而言之, 个体的成长有助于提高个体在环境中的生存概率, 但相对的, 过于复杂的基因表达方式并不利于遗传。 我这么说, 你能理解吗?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很大的问题。 听说在遥远的繁荣纪元, 相当数量的人已经抛弃了就有的社会关系, 完全通过技术的手段来繁衍下一代。 尤其是随着仿生人伴侣和虚拟现实技术的繁荣, 直接加速了这一社会变革的进程。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人设永远不会崩塌的纸片人呢? 尤其是当这个纸片人能从屏幕里走出来。 算是吧, 不过我不确定我理解的意思和你想表达的意思是否一致。 总而言之, 就是难以中奖。 坐在扫描床边上的楚光陷入了沉思。 那么问题来了。 所以这到底算好事还是好事? 起床晚有起床晚的好处, 傍晚时分正是北门口集市最热闹的时候, 一睁开眼就有饭吃。 助力在北门口的篝火已经熄灭, 不过节日的氛围却丝毫不逊色于昨夜, 甚至比昨夜还要热烈。 庆典上那些受人欢迎的小吃被保留了下来, 在集市上继续发光发热。 而那些被玩家们绞尽脑汁从废土上收集来的猎物, 以及没有用完的食材, 则极大丰富了当地居民们的食谱。 果然吃永远是人的第一追求。 也只有在吃饱了之后, 人们才会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情, 思考如何改善一下生活。 楚光在集市上逛的时候, 发现双毛氏族的人在贩卖一种用虫胶制作的黑色、 红色染料。 这是他们从北方的幸存者GGD带来的技术。 原材料是一些在废土上并不算罕见的小虫子, 只不过直到来到这里之前, 这项技术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而当双毛氏族的人在庆典上发现, 蓝外套们对颜料的需求之后, 立刻将这东西给做了出来。 事实证明, 这种染料的性能确实很优秀, 尤其对于丝织品的浸润力非常不错。 成功上色之后, 反复搓洗也不会掉色。 除此之外, 铁斧部落的人也在仿杀工作中摸索出了一些经验, 而秋草秋叶姐妹的摊位上, 也诞生了许多楚光之前没见过的品种。 比如一些漂亮的配饰, 耐用的手套、围巾或者袜子。 其中一部分商品, 很明显是腾腾交给他们的。 繁荣的集市有助于提升生产者的士气, 而商品流通对于生产的奖励更有助于激发创意, 促使人们去改良生产工具和生产的方法, 从而带动整个幸存者据点的整体繁荣。 走在集市里的楚光, 能够很直观地感觉到, 严酷的寒冬与战时条例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在慢慢地退去。 繁荣的萌芽似乎来得比春更早。 几乎每一个人的脸上, 他都能感觉到那种蓬勃的朝气, 以及对明日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在废土上, 几乎是很难见到的。 路过烧烤摊的时候, 楚光买了几只烤串, 那油滋滋的肉香味钻入鼻尖, 让一整天没吃饭的他不禁食指大动, 一口咬下去简直满足。 就在楚光寻思着, 要不要喝点什么的时候, 正巧听见不远处的蘑菇摊, 久违地飘来了熟悉的吆喝声。 新鲜的魔鬼洞哦! 刚刚做好的, 大家快来买呀! 蘑菇摊都开张了! 看来这冬天确实快过去了。 心中惊讶的楚光, 朝着鸭老板的摊位看了过去。 然而遗憾的是, 那里并没有让无数NPC和玩家们 心心念念的蘑菇汤,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大桶。 大桶旁边的木桌子上, 摆着几只精致的小碗, 里面盛着晶莹剔透的胶状物, 看着就像果冻。 楚光记得那好像是腾腾的杰作, 将魔鬼泳熬成胶状物, 做成类似图笋洞一样的东西。 吃起来怪香的, 外形也没有魔鬼泳看着那么倒胃口。 新年活动结束之后, 人美心善的腾腾 似乎把这门手艺传给了鸭鸭, 嗅到商机的鸭鸭 立刻把摊子支愣了起来。 唯一可惜的是, 这份量也太小了, 要是有它一半大就好了。 吆喝声没多久, 蘑菇摊的周围 不出意外地围了一大圈玩家。 1. 鸭老板的蘑菇摊开业了? 1. 不是蘑菇。 可恶, 卖得怎么是奇怪的食物? 这和挂羊头卖狗肉 有什么区别? 蘑菇汤呢? 我要能看见小可莉的蘑菇。 呜呜, 看不见鸭老板生吞大蘑菇了, 没有才艺的蘑菇摊 还有什么意义。 等等, 果冻似乎也不错。 好兄弟, 我忽然有个大胆地想, 滚啊。 红着脸的鸭鸭, 抬手便是一碗魔鬼洞砸了过去, 被砸中的那玩家一洗, 捡起碗就跑了。 平复着呼吸的鸭鸭, 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套路了, 顿时一阵后悔。 可恶, 大意了。 才刚开业就赔了一只碗, 简直血亏。 不过调侃归调侃, 大伙们对于鸭老板的生意 还是比较照顾的。 毕竟那是不少玩家进游戏之后 吃到的第一顿饭, 新手礼包给的五同币 正好购买一碗。 那碗蘑菇汤里 承载着他们关于遥远版本的回忆, 甚至比北门口集市的历史还要悠久。 那个小玩家吃完了之后, 很快便把碗给还了回来, 不好意思地说了声抱歉, 很好吃, 并嬉皮笑脸地表示下次还敢。 其他玩家也纷纷掏出了VM, 准备为情怀买单。 然而, 当他们得知价格之后, 所有人都惊呆了。 等一下, 这一颗果冻卖一银币 是不是太贵了点? 就是, 你这碗就搬个苹果大点, 这也太少了吧。 我拿鸭姐当兄弟, 鸭姐拿我当太君。 太黑了, 太黑了。 见众人纷纷抱怨, 节奏声一片, 鸭鸭顿时急了, 连忙争变道。 隔壁拉面都卖十银币一碗了, 我我我卖一银币, 很过分吗? 隔壁拉面摊上扯着面地张海听见, 顿时不乐意了, 立刻瞪了过来。 扯淡? 我什么时候卖那么贵过? 正在吃面地伊蕾娜抬起头,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你确实没卖这么贵, 不过你这肉切的, 真是两片比一片还薄了。 张海满不在乎地瞟了他一眼。 你懂个锤子, 这才叫最正宗地。 众时刻听闻, 一片骂声。 这些奸商们太黑了, 挂路灯上吧。 手中握着刚买来的烤野猪肉串, 看着吵闹的小玩家们, 橱光的脸上不禁露出了老父亲般的笑容。 真好啊! 看来以后得找借口多办几次庆典。 就等解决了北郊的危机之后吧。 情况乐观的话, 庆祝春耕的仪式, 或许能和凯璇的仪式一起办了。 不过, 所有关于未来美好愿景的前提是, 他们必须赶走北边的豺狼。 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咬下烤串上的最后一口肉, 楚光抹了抹嘴, 兴趣盎然地朝着下一个摊位走去了。 晚饭过后, 楚光在街上溜达了一会儿。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 他才回了避难所,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 开始干策划该干的活。 往常这个点多数人已经下线了, 但今天却还有不少人在线上。 看来元旦的联修大家都没什么事做, 躺着也是躺着, 不如戴着头盔躺。 今天一整天, 用户的平均在线时, 比前几天增长了至少20%。 衡量玩家干度的关键指标, 银币总发放数量, 也对比昨日增长了13%。 虽然发出去的钱多了, 但这是好事。 根据废土OL的经济系统, 玩家从任务和订单中获得的报酬, 和玩家为集体贡献的价值是城镇相关的。 一般而言, 玩家每获得一枚银币, 给避难所带来的价值都在1.5至4银币之间。 即便这枚银币是从市场, 或者与其他玩家的交易中获得的, 也没有关系, 价值同样存在, 只不过从仓库挪到了市场, 以多种形式沉淀下来, 为以后的交易税提供征收的基础。 而随着生活职业玩家对库存的消耗, 这些发出去的货币又会回到避难所, 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除了市场的繁荣之外, 楚光还注意到, 昨晚的那场战役之后, 又诞生了五名新的觉醒者。 截止到目前为止, 服务器中觉醒者的人数已经上升至27人, 还差三人就能组成三个满边的十人队了。 距离凑出一个觉醒帘又前进了一步。 楚光的嘴角不禁翘起了一丝笑容, 脸上写满了愉快。 一个觉醒者打三个人没毛病吧? 同理, 一个连的觉醒者殴打一个团没毛病吧? 虽然掠夺者同样有觉醒者, 搞不好还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但问题不大。 他的小玩家不但纯度更高, 而且进化方向稳定, 最关键的是产量还大。 三天一条命, 就问怕不怕? 看完了宏观数据的报表之后, 楚光接着打开了长久农庄那边上传的报告。 这次缴获的战力品中, 开膛者步枪约有101支, 其余21支冲锋枪, 还有32支突击步枪, 即用急抛的铁拳火箭筒9支, 燃烧瓶和手榴弹若干。 根据NPC们统计的战力品, 楚光在小七的协助下, 通过预设的计算公式, 结算了玩家们的奖励。 防守模式和进攻模式的战争目标不同, 击杀术贡献的战争分数会多一点。 其中,MVP自然是防空炮组, 统计的人头数有42个, 将近四成的目标都是被蚊子一个人收割的, 也直接导致了进攻方的崩溃。 当时那一梭子机炮扫过, 原本占领围墙的掠夺者直接吓傻了, 跳下去没多久就投了。 以至于边缘小队冲上去以后打了个寂寞, 赶到门口的时候战斗都已经结束了。 不过, 虽然人头是文字拿的, 但分数仍然是计算团体分数。 换而言之, 担任司机和田蛋手的莱文兄和厕所兄, 同样能获得分数提供的奖励。 算上小队任务提供的分数, 三人分别拿到了480银的奖励, 以及200点贡献和1000点地区声望。 而除此之外, 三名生活职业玩家也终于得到了 他们游戏生涯中的第一枚银勋章。 虽然是基础勋章, 但也算是点亮了一个成就了。 总算是把活都干完了的楚光靠在办公椅上伸了个懒腰。 就在他寻思着一会儿去哪款游戏上取材的时候, 论坛上的一篇帖子忽然引起了他的兴趣。 帖子的标题并没有什么噱头, 甚至于平平无奇, 然而讨论的热度却意外地高。 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早晨, 关于我朋友的一生。 楼主, 少扯独自, 请半天假睡个觉。 熬夜马自的效率太低了, 而且注意力很难集中, 我睡一觉起来再写, 今天只有6K了。